桥头科学园区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招商当中 针对位于桥科东侧的燕巢 议员黄泉英表示 期盼科学园区能够带动燕巢的发展 而燕巢区内的五间大学 相信未来也将成为孕育桥科人才的摇篮之一 希望桥科可以促进周边区域的发展 希望督促我们高雄市政府 针对燕巢的发展要加速 未来工作在桥科 生活在燕巢 让燕巢也有机会麻雀变凤凰 希望能够发展燕巢的都市计划 区断征收然后道路的开辟 连公园都要想办法要求市政府 协助我们在桥科来之前 就先把这些建制好 希望说未来桥科引进的人潮 也能够引流到我们燕巢 带动我们燕巢的发展 让我们燕巢的乡亲多年来的期待 也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此外议员也提到 在岗山区有一处公园的工程正在进行 是北高雄第一座大型的宠物公园 所以希望能在公园内设置大型的装置艺术 比照博厄艺术特区的方式 打造出属于北高雄的特色 那我会希望说北高雄难得有设置了第二个宠物公园 那未来要设置第三个可能要很久以后的时间 也不一定有居民乐意说愿意再有宠物公园的产生 所以我就特别沟通了市长 那市长希望说在北高增加一个装置艺术 能够引进像南高雄像博厄像那些装置艺术 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宠物公园 让宠物公园也能够成为全台宠物家人旅游的首选 我们会根据整个公园的特色 还有它的一个整个建制的一个目的 因为在北高雄也没有一个适合的一个地方 刚好这个岗山这个地区 未来的发展也是人口越来越多 交通建设经济的建设 还有整个建筑法规的松绑 我想对于岗山未来成为一个移居的城市 是非常有机会 市长陈其迈相当关心北高雄各地的发展 也表示岗山的人口越来越多 交通建设也日渐完善 因此在宠物公园内 也将针对地方的特色跟建制的目的 来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装置艺术 不但为北高雄增加新地标 也提供给四组与宠物一个良好的环境 记者张世民林嘉义采访报道